第二十一章 倒是下山挑山 轩辕清风眼睁睁看着那条全纲长红扑面而来 无能为力 恐怕在二品小宗师眼中 这位大雪平女主人都有点不堪一击的嫌疑 寻常五夫觉得 只要侥幸击身天象境界 体内契机就可贯通天地 便可以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这种认知不能说错 只算说对了一半 天象境高手终归不是逍遥人间的陆地神仙 这一层境界的高手 高树路曾经比喻为架起青云梯 距离下一层的坐于昆仑之巅观沧海 显然有差别 一个仍然在登山 一个则已登顶 因此 只要有人坏去这架平步青云的梯子 就只能止步不前 寒雕寺擅长斩杀天下 正因为这只人猫的纸旋 最适合拆踢 只不过寒绳轩得靠近身肉搏去抽丝剥茧 王仙之则不然 从头到尾 这位五帝城城主都没有跟轩辕清风如何贴身 徒手猎索 青龙入水 以及先后两拳 哪怕加上那段走崖路程 两者之间的距离都不算近 这一刻 轩辕清风脑袋空空 竟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记不起灰山的满笼贵雨 记不起女儿红的绵长唇香 记不起大雪平上的那场暴雨 当他悠悠吐出一口浊气 等于泄掉最后一口气 任由谨慎气机溃散 连带着那一席子一欲发随风飘摇 轩辕清风闭上眼睛 心如止水 最后一个念头便是 两清了 小时候不安适适 总喜欢跟那个书呆子父亲问这问哪 不知怎么就问到了男女情爱 父亲历来喜好解字 便以轻字解情字 两字偏旁 分别是水核心 何时做到心如止水 何时就算真正放下 才算彻底两清 王贤之站在牙顶 看到长虹所撞出的紫衣皱了皱眉头 这女子临死有误 可惜太晚了 王贤之不是不可以更改主意 自行打烂全纲 留下女子一条性命 可老人东林结识一甲子 已经懒得等待江湖上下一个新浪头的拍案 就在白红全纲即将把轩辕清风炸烂的瞬间 王贤之猛然转头 遥望广陵江左岸 事也所及 可以看到一名中年道士 奔至铁锁沉江的遗址铁柱附近 然后高高一跃跨过宽阔的江面 提见落脚在对岸的另一座铁柱身形奇快 便是真正做到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王先知 也忍不住有些刮目相看 单说轻功 道士的一步跨江 已经远非踏雪无痕可以形容 可道士不仅于此 人已至 见其才至 这才是先人遇见的精髓之一 只见那条去世迅猛的全纲 在道士停脚时 毫无征兆地被拦腰斩断 转瞬间便烟消云散 换成十四新剑的宋念青 抵触任何一招都不至于这么干脆利落 哪怕将全纲斩断两截 王先知的全纲借着余威 仍能用前半截硬生生撞死轩辕清风 而不是当下的荡然一空 王先知奥利亚鼎 第一时间就猜到了这名炼剑道士的身份 剑痴王小平 一直以剑心精纯著称于世 相传此人 炼剑从吴定氏 武当八十一封朝大顶 剑阁有缘有劲 王小平炼剑从来都是站在一封之上 剑指另外一封 封上有师兄弟随手抛制一片落叶 直到剑气积业却步 穿叶才算圆满 王先知以前在东海 竟待天下顶尖五人入城登楼 等了却没有等到的 屈之可数 王小平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王先知很好奇 这位扛起武当剑道的道士 是否有望超出邓太阿的无双杀气 王先知对于今天王小平的吐出现 以及以剑未出鞘就打碎权刚 谈不上动怒 更没有恼羞成怒的要痛打落水狗 放着捡了一条命的轩辕清风 坠入水中不去理睬 即便他因祸得福过了那一关 未来成就在武林中到达高不可攀的高度 都已经不是王先知他想要关心的事情 王先知现在只想领教领教王小平 接下来的那一剑 王小平站在岸边 手中提了一柄普普通通的道门桃木剑 仰头望向那个老人 这个老人自从胜了李纯刚之后 再无旗鼓相当的对手 在王小平所有炼剑之人的心中 这都是一股不可言喻的闷气 因为他王先知是踩在剑道的头上 登顶江湖的 剑林之圣 向来号称占据一座江湖的半比江山 等到李纯刚输了以后 强如新剑神邓太阿一样 没耐把王先知拉下神坛 紧随其后地剑道大宗师 吴家剑种肃王剑的旧主 冬月剑池宋念青 同样无法一剑抒发兄弟 只要王先知在世一天 剑事就抬不起头一天和谈一剑事了 王小平自幼炼剑 就想着有朝一日要问剑五帝成 询问那个曾经说过一句 我观世间剑事如灵人的王先知 我被剑事当真无人 王先知朗声道 王小平老夫进入北梁境内之前 只能等你三剑 王小平没有大声回复 收回视线 看了眼手中头目剑 轻声道 一剑足矣 王先知这次赶赴北梁 其实走得并不快 太快了 期待已久的那一战 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但也不能走得过于缓慢 当初姓江的年轻女子强开天门 王先知可以全然不放在心上 可若是换成姓徐的来坐 就难说了 黄龙是那唯恐天下不乱的魔头 将八个王国的残留气韵 转入江湖 种种机缘迭起 乱象横生 先后有曹长青 邓太阿 陈之豹等武学天才一涌而出 不说百年难遇 称之为五十年一遇并不过分 结果像是在同一个春天中的雨后春笋 丝毫不顾忌来年是否会没了收成 须知许多事物分大年小年 大年太大 小年就真要小到不行了 这一大波春笋里头 姓徐的年轻人无疑是后起之秀 偏偏他所处位置 就在王先知这颗长青老竹之下 其实轩辕清风书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冤枉 这么多年来 能够晋升王先知的 持有邓太阿的飞剑 曹长青的袖子 顾剑堂的方寸雷 年轻宋念青那强弩之末的剑气 以及剑九皇震图的临死一剑 可谓寥寥无几 当然最近一次 是那个年轻藩王的拳头 王小平突然抬头微笑道 王先知 站那么高做什么 说完之后 王小平略微抬高提剑的左手臂 拧过手腕 以陶木翘为指向那座侠臂 微微下斜 似乎有所指 右手轻轻一拍朝挤的剑柄 手中这柄剑是十数柄 今夏新造陶木剑之一 由于不是那道剑材质上家的肥成陶木 色泽仅是微微子童 更说不上如何目相宜人 他跟无用和尚刘松涛一同结毛而居后 附近村民原本就听说过 悬陶木于门户可以镇宅辟邪 可又不敢私自客箭 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正儿八经的游方道士 一开始仅是一户渔民跟王小平讨要陶木剑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 百姓们纷纷登门 王小平也没拒绝 都硬承下了 至今还拖欠着八柄 陶者 鬼畜木也 武当山上几乎人手一柄头木剑 下山之前 王小平身负福建神徒 反倒是成了异类 记得下山之初 师爹洪喜相送至山门牌坊 笑着说帮他这个小王师兄雕刻了半把头木剑 王小平当时仗剑下山 哪里会在意一把山上山下 皆是触手可得的头木剑 陶木剑的剑尾一拍之后轻轻一翘 七 王小平轻轻说出一个字 片刻安静之后 便是一大串不绝于耳的轰隆隆阵响 只见王先之脚下的狭臂 从下往上 如有一把开山大剑 从中挑衫 翘臂裂作两半 不断有山石滚入江水 激起千层浪 起剑就已是这般气魄 看来是想学理纯刚的出窍事了 既然你只啃出一剑 老夫随你 王先之洒然一笑 轻轻跳下山崖 下坠速度并不太快 等他双足落在水面之前 恰好有一块巨石 从山体裂出 王先之伸出一掌 拖住树人高的沉重壁石 朝王小平那边踏江奔去 单手托起万金巨石 但是在王先之脚下的江面上 仅是被踩出一圈圈 几乎微不可见的涟漪 王小平望向江面滚石的奇异场景 没来由想起了掌教师兄当年的 指段苍蓝江 不是想要在百姓面前 显摆山上神仙的通选本事 而是暴雨昼致 几艘渡船风雨飘摇 师兄这才拦下上游汹涌江水 直到杜船安然到岸 以前在山上 他王小平是师兄弟里 练功习武最为勤快痴迷的一个 他总觉得师兄们 太不把修道当回事 不苛求正道长生无防 可未免也太不在意 武当当兴那四个字了 师兄王重楼总说不急不急 而那个喊他小王师兄的红师弟 自己总有点怒气不争的怨气 只是等到听说师弟有一天真的下山了 王小平却又觉得 师弟一辈子待在山上 修那个不可道的道 会不会更好一些 王小平浑然忘我 仿佛没有看到 王先知已经脱具式奔雷而至 王小平会心一笑 记起了年幼时 即是同门师兄 又如慈父的长教王重楼 总喜欢把一个孩子高高抛入天空 然后抱住他时 笑着说一声接住了 记起了坐在师兄送之命的脖子上 一起去大连花疯癫看日落 记起了少年时代 笔剑赢了被曾经被师父 说成圣父心最重的师兄陈咒 陈师兄却没有什么失落 就是被转过身走了 事后听人说 陈师兄当时笑得何不拢嘴 记起了师兄于兴锐 每次下山总会去紫竹林找他聊些山下去闻 也不管他是不是不耐烦 王小平变回寻常的握剑姿势 同时右脚后撤一步 右手则握住陶木剑的剑柄 缓缓闭上眼睛 中年道士所占广陵江这一次岸边 拍岸江水倒退而去 身后西年挂索兰江的铁柱 开始剧烈摇晃 台机开始寸寸军裂 王小平心中仅仅想到四字 武当有剑 剧热感 背后 前几个大空 东西 前几个大空 子 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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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空